- 踩一下踩一下,不好意思,这边比较简陋一点点 - 好,看这个主机会就行,然后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- 大家好,李佳琪直播间的朋友们,大家晚上好,我是赵琳 - 所以我点儿声音如果过大的话会把你吓到吗? - 因为我点儿直播声音很大,就是说买它,来咯,就是这种感觉 - 所以你会觉得会有点压力 - 可能你到时候在拍戏的时候,这边可能听不到导演说咔哼那种感觉 - 是,今天非常感谢赵丽颖从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- 因为今天听说是从剧组里面来的,对不对 - 而且好像是一部新剧,在非常紧锣密鼓的拍摄当中 - 刚刚开机 - 刚刚开机,所以非常非常感谢,非常感谢 - 而且我之前有做过功课,好像你也是笔熊蝉屎官之一 - 对不对,你自己好像也养了一只笔熊 - 对,但是他因为我在拍戏没有办法长时间照顾他 - 所以后来给了我妈 - 给了家人 - 所以是什么的,就是情况下会让你选择养狗狗的话 - 选择的是笔熊啊? - 啊? - 是什么情况下让你选择笔熊这种全种的? - 是别人送给你的,还是你自己去选的? - 是我在剧组养的 - 你在剧组养的? - 剧组里面领回来的 - 啊,剧组里面领回来的? - 以前在拍戏它是那个刀具狗 - 啊,所以它是演员狗狗,所以就把它带回来了 - 对对对,太亮了 - 啊,有点冷酸啊,不好意思 - 好,就是可以问一下狗狗现在多大了吗? - 它得有10岁 - 10岁了? - 就挺大了 - 所以养狗狗是因为在剧组里面跟狗狗产生了很好的一些情感 - 所以就把它领回来养了 - 对 - 那你知道奈娃家族吗? - 嗯 - 那是我的一个IP,也是我的一个狗狗家族 - 对对对对 - 就从一只母狗狗变成了一个大家族 - 刚刚应该有跟他们玩吧? - 有 - 所以你刚刚跟就是玩的是 - 玩的是 - 佩琪还是妹妹? - 应该是佩琪 - 妹妹还有佩琪 - 妹妹还有佩琪 - 还有佩琪 - 妹妹还有佩琪 - 一模一样 - 一模一样 - 真的吗? - 我们佩琪跟很多狗狗的感觉都长得一模一样的感觉 - 就是圆圆的 - 圆圆的 - 圆圆的很可爱 - 很可爱 - 是 是 我觉得比熊是真的会有一种疗愈跟治愈的那种感觉 - 好啦 - 那所有女生们 - 今天其实Lin来的话 - 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带来了很多的好东西 - 要给大家分享 - 比如说就是你很喜欢的 - 而且是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- 应该是去年官宣的欧书丹 - 对对 - 欧书丹 - 还有好想你的 - 对 - 欧书丹